字幕提供 大家好 歡迎來到魔鬼阿弩的頻道 今天要來分享在2018年 將近四年前 大概是我23歲的時候 那時候達到了人生的一個里程 就是握推在任何不用 裝備還有任何人輔助的狀況下 成功推起140公斤 那當時年紀是23歲 身高177公分 體重是84公斤 那或許這樣的數據 對於一些練健力 或者是跑力量訓練的人來說 數據並不算什麼 可能對他們來說 要達到這樣的狀態也是一乳反早 那畢竟這是我對我自己的一個 里程碑嘛 所以還是想說把它分享給大家 那以前有追蹤過我的 都知道我以前是角力選手 然後慢慢開始轉 比健美比賽 那過去在體育班的時候 的確會去測最大肌力 但是後來 因為想要參加健美比賽 那訓練的方向當然會比較不一樣 就比較沒有注重在 最大肌力這一塊 不過在參加比賽到一個階段之後 我心裡就會去想 都練了那麼久 那可能我的臥推 當時大概都在 130到135公斤那邊上下游走 心裡就想說 那是不是應該突破一下 進步一下 偶爾嘗試不同的訓練方法 於是在那一年 我就把挪出 大概兩到三個月的時間 當時是多久我也忘記 畢竟時間也蠻長的 那就是利用兩到三個月的時間 去把我的訓練課表改成 力量訓練 對就是專門針對提升 最大肌力的一個力量訓練 以當時的訓練結果來看 是相當不錯的 因為後來我的臥推 也慢慢的 越來越進步 越來越穩定 直到最後就是140公斤 可以很穩很紮實的把它推完 更加深刻 這樣也建立 不聽 從攻擊 一個 The 是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